你觉得300斤的超级大尾王和90斤的细狗 交换饮食三个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的人嘴一停下来就全身不舒坦 只要吃不死就往死里吃 而有的人一天到晚的忙工作 饿了就随便对付一口 时间一久 胖子胖的不堪入目了 瘦子瘦成了一根竹竿 风一吹就倒 谈笑有红如可不白丁 我是探索君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300斤女人和90斤男人 交换饮食会怎样这件事 身高1米8的罗斯 罗斯是个很费体力的电信工程师 工作的忙碌 导致他根本没时间坐下来吃口饱饭 随便吃两口高热量 饱腹的巧克力就完事了 时间一久 罗斯就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 除了巧克力 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体重也疯狂往下掉到了90斤左右 看上去就是不折不扣的细狗 女友担心他哪天上班倒在路上了 和罗斯交换饮食的 是身高1米6 体重将近300斤的乔安 他一天要吃掉三个人的饭量 还生怕老公和儿子 抢走了自己的东西 只要能长胖的机会 乔安每一个都抓住了 饭饱茶足后 还要来点薯片可乐 自从身材开始走样 飞镖越来越多 乔安才意识到身体出现了问题 随便走动两步就气喘吁吁了